我们现在呢就是第10阶的这个会长 他就是在他加入讲演会的开始 他就每一次 每一个的会 每一次的例会 每一次的比赛 还有每一次的这个职位 都是非常的胜任 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他为我们支持 尤其杨心律会长 谢谢 谢谢 中进的对话林俊乐部总理张天安PM 中进的后任总理黄海庆PM 中进的87位总监周凯蒂 各位讲员 各公区的总监 各位来兴 请大家晚上好 好 今天晚上开心吗 开心 欢迎大家参加最华林华语讲演会 10周年的一个晚宴的活动 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 参加我们这个活动 今天晚上每个人都很开心 我们的成为主席呢 邀请我们每个人都穿红色的衣服 所以很多朋友说 我心里已经今天好像家婆一样 的确 我像家婆 是管家婆 在过去的一年里头我们最华林华语讲演会的职位呢 我们用心的用作整个团队的活动 大家做出了很多 所以呢 我在这边很想告诉大家的是 最华林讲演会整个2010到2021到2020走过来一路 非常的艰难 但是这个过程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的享受 因为我们在过程中学习了很多 那为什么我们的最华林华语讲演会 10年我们都拿到会员级的卓越讲演会呢 其实最华林有三个法宝 第一个呢 就是最华林俱乐部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支持 没有最华林俱乐部 我们最华林华语讲演会 这很难走到今天很非常的成果 所以是要感谢我们最华林俱乐部 这些大家都打一声 那第二个法宝是什么呢 最华林华语讲演会 我们有一组默默复苏的 創会会长和前会长 他们有梅花宝典 但是他们一点都吝啬 一点一点的教给我们 远远的看着我们 让我们去做 让我们去犯错 然后再纠正我们 所以呢 掌声送给我们的智囊团 我们的顾论 前会长团队 谢谢你们的支持 那第三个法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老惠友 新惠友 因为你们每一个人 对郑玛林的挚爱 对郑玛林深深的感情 才让我们有今天这样的场面 才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名剧力 所以呢 在这边 我希望大家 最热烈的掌声 送给我们 每一位 辛勤复复的 惠友们 谢谢大家 今年 虽然不容易 但是 我想给大家 汇报一下 我们今年的成绩 今年我们的指委团队 是最辛苦的 因为 我一直在折磨他们 因为我要求他们 做了很多 我们开指委会 21加1次 一共22次 指委会 大家可以算算看 一年 几个月呀 我们22次指委会 因为我们在指委 为他讨论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跟那样做 我们有7次 会内的培训 我们有 4次 特别的讲座 所以呢 我们在今年 L1分区 比赛的过程中 我们拿到了 瑞宝的冠军 和 集席的冠军 成绩可以吗 好 谢谢大家的掌声 在这一年里头 我们不光做了这些 而且我们继续的参加 L1分区的活动 我们的和谐日 得到了L区总监的战赏 我们继续参加L区的新春团伴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每一个会有的词间 才会有的成绩 但是最重要的是呢 我们的主委团队和我们的前会员团队 我们在两个月之内 我们就编制成了一本 《正华林华语教练会》十周年的特刊 就在每个人的座位上 我们用心把我们经历过的事情 全部写出来 我们用图片把我们走过的历程全部记录下来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呢 是让我们的资深会友有美好的回忆 我们让新会友知道我们一不走来 是怎样的开心与快乐和开乐 所以呢在这边 我不仅要感谢我们的会员 我们的职位团队和我们的成长团队 也要感谢在座的每一位友对会友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的发市区总监、检总监 还有我们的实战区前部的 父亲一乡、卓越演员 他们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支持 我记得在去年有事情的时候呢 今天节十二点过发一个星期 心里挺多 你们可以的 所以过去的一步一步呢 今天起床不安排 最长一步是 在座的团队 他可以让我们在这边 心愿心碰撞 他没故事和故事碰撞 所以我建议大家 我们手牵手肩并肩 朝着光的朋友继续前行 谢谢大家